想拿韓国居留权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 是要累积一个分数才可以拿到F2居住权 我来 整个毛都是在机上的临情 这里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卖种类用店的铺 听到吗? 听到吗? 刚才讲眼泪问题 老板就说原来狗狗对食物会过敏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吃得太多那种肉 卖了萝卜糕 不过萝卜糕就是港式 好久没吃过豆瓣状了 我是Mira 住在韩国这么久 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Olive Young Olive Young是韩国代表性的健康美妆综合平台 他们从1999年开始创立到现在一直都是保持业界的第一位 我自己很喜欢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店铺真的有很多 好像便利店那样种药一间 里面买的产品种类有很多 价钱都挺亲民 CV值很高 不会说输给一些欧美的大牌子 除了美妆之外你的生活用品 女性用品 或者野食其实Olive Young也有得买的 所以我自己习惯了其实我都当了Olive Young 好像便利店那样有什么我就冲进去了 好那今天就要用Olive Young的产品和大家一起来发妆 用这个Brain Green的红萝卜化妆棉 满滑皮肤 因为它三合一作用护肤去角质和快速做一个面膜 真的懒人必备 我觉得真的 那他们这个品牌就是2018年出来的 他们推崇自然护肤主义 所以他们就是在大自然度选一些最新鲜的原材料 他们是以这个高效天然材料为研发的原则 多干深一点的皮肤用下去 首先用光滑的那一面 这样去抹一层你的皮肤 然后再用有印花的那一面 可以用在你想去角质的那些位置 闻酒精的 所以敏感皮肤也可以用到 那现在就化妆了 那用我的外牌子 外牌子印象中我也介绍过几次 这一支眉筆我自己都买了两支 是2015年推出的品牌 被称为唇彩专家 他们连续三年得到这个Olive Young的 唇彩销售第一位 我自己都很喜欢他们的唇彩产品 我现在节目也在用他们 这里有眉笔 眉拆 这里有眉粉 说真的 现在出街时要戴口罩 基本上人的嘴子化得多漂亮都没人看到 所以现在 Yeah 所以现在口罩装的重点其实就是 眼影 白色眼影 这盒全部都是同色 有闪又不闪的 我的眼睛基本上都是 眼角眼眉这个深色 中间塗一个闪的 下面就是眼眉深色 前面塗bling bling 做一个线变的 然后就是这个防水的眼线液 夏天又来啦 不用防水的 真的 怎么捉都不脱了 你们 它有24小时的持妆不脱妆的 一个测试的布 然后它这个其实都可以用来当 用燕脂用 挺显色的 它这个是Tint Balm 有色的润唇膏 最近我也挺喜欢用有色的润唇膏 反正你戴口罩 也不会有很多人看到你的嘴 但可能你出去吃东西的时候 你总有脱下口罩的时候 这个时候如果嘴唇没什么血色 又好像差一点 所以用Tint Balm就最完美了 保湿酸敏噴霧 它本身化妆之后可以当顶妆这样用 就可以减少浮分 或者是它可以出街当救命水这样用 长时间戴口罩 其实皮肤很容易变干 或者有敏感泛红的状态 我觉得现在的皮肤也有点猛 所以噴了之后 舒服了 补妆前也可以 噴一噴保湿 它其实是Olive Young 旗下科研医学护肤品牌 所以方可证实是安全可靠的 我们在生日份全新升级 改名叫做爆笑簿 性质都挺温和 所以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的 那我其实现在呢 要去考一个市 叫做KIIP事前评价 如果是想拿韩国居留权的朋友 应该都会知道 是要累积一个分数 才可以拿到F2居住权的签证 而KIIP就是其中一个 可以累积分数的一个课程 是免费的 一直以来这个课程 都是超级难抢位 12点开放 12点零五分 就会没有位置那些 包括上课和考试都是 但可能因为经历了 整年这个肺炎的关系 留在这里的外国人 可能大部分都已经 考了或者报读中 或者读完这个课程了 所以呢 其实我那天也打算无聊 试一下 看看啦 结果呢 我看到是超级多名额 我已经是去到 报名期间 最后一天 我就随便选择了一间 最近我的学校 给钱报名 所以我今天呢 就是去考这个 事前评价 因为KIP其实它都有分 有初级、中级和一些 心化课程 初级、中级应该就是 有包含一些韩文的文化 心化课程就是 譬如说一些社会历史 文化 其实我自己都挺想想的 因为我自己对韩国的历史 背景文化那些 全部都很有兴趣 我也想了解多一点 我现在所知的 其实大部分都是 我自己去找知识的 但我也想知道 有什么基本的文化、历史 是作为在韩国居住的外国人 是必定要知道的 这一部分我是超级好奇的 所以 我决定去读这个课程 其实我不是特意去抢位的人 就是刚刚我见到名额 我就觉得 我可能是那天 要你在这个时候做这件事 所以才给了一个机会 对了 所以呢 就出发了 现在出发之前 想着去吃个东西 接着听说宏大AK Mall 开了一间 西州航空café 也造成一阵的热潮 所以现在想着去看看 究竟有什么吃 在那边啊 陈珠 陈珠 来个陈珠 休息一下 陈珠 陈珠 来个陈珠 他在一起吃 阁 這是航空的空姐 這裡到7月18日 我叫了一個空姐式的飛機餐 航空我也搭過幾次 有些是飛濟洲 有些是回香港 但都是沒有東西吃的 本來濟洲航空也是連行 所以飛機餐應該就是 要另外付錢 訂了才有 但也不錯 可以這樣體驗一下 我以為沒有坐飛機的人 可以吃飛機餐 這裡所有都是把飛機裡面有的東西搬過來 連這張桌子也是 整個帽子都是在機上的 林情 看上去的賣相也不錯 是真的飛機餐的感覺 太可愛 哇 超多人 這裡是一個非常有名的賣寵物用店的店 這裡很大 聽說這家店很有名的 這家店 這裡是三宗 這裡附近是一些住宅 都不算是很多人會走過 不是那些大街 買什麼給Louis好呢 好可愛喔 那些小衣服 這個我也買了 好可愛喔 今天我們要吃個餐廳 去把餐廳 都要吃到餐廳 吃個餐廳 就在餐廳 吃個餐廳 吃個餐廳 我有一家店 好可愛 我今天有的工具就製成了 我设计的工具就製成了 就好像3年之后 那我们在家里面不在家里面 4X 啊 什么意思 那我做的事 我做的事 我说过来的朋友们 也许多联合你来的朋友 也许多联合你来的朋友 啊 这里面吗 台湾 我最初不知道 穿上衣服 好晚了 回家了 又買了兩大袋東西回來 是啊 全部都是你的東西 剛才想著順便去參觀一下 但我猜不到一賣就買了這麼多東西回來 我用了40萬元 港幣差不多3千元 在哪裡先啊 先說這個 因為本身 雖然它現在暫時還不可以 昨晚看到了 現在還未能散步 但是現在它是很重要的社會法時期 所以我不想錯過了 所以我都會譬如抱它出去散步 或者出去見朋友的時候 我都會幫它戴狗繩 或者這些 這一種是H型的 這一種對狗狗是最好的 因為牠們的腳不用塞在圈裡 狗狗對牠的抗拒感是最低的 剛才問了老闆 他說這一隻也不會特別熱的 所以買回來試一下 嘩 好痛啊 這隻腳 牠現在超興奮 牠有一邊是需要穿直腳的 我覺得還可以 立刻衝過去 OK 牠現在是五個月了 都是換牙的時候了 是時候要買一些硬物 讓牠比較容易令魚翅脫落 硬塊是讓牠咬的 然後買了一個梳眼屎的梳 我本身就是用這一把梳 但是我覺得牠很不就手 這樣控制很多 而且牠短一點 本身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我就覺得正常 沒有什麼 我摸過別人的梳 發現是超級輕的 然後我剛剛看到這一把 大家看到嗎 長度是差不多 但是密度比這一把 現在這麼小 其實是需要密度高一點 還有小把一點的 而且這一把是輕很多 剛剛老闆跟我說 原來我們平時幫狗狗梳毛的時候 都會用這一把梳 就是先梳鬆它 然後再用這一把 這個是大部分人的做法 但是其實這一把梳 是洗澡之後 吹乾的時候用這一把 普通平時幫你梳毛是用這一把 難怪我看到有很多人 尤其是那些模特兒狗 出街的時候 他們主人只是帶這把梳 幫我梳 之後用久了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本身老闆都是養開Poodle 所以剛才跟她聊的時候 她分享了很多她的小提示給我 這裡也有寫牌子名 希望Loya以後會喜歡梳毛 那一下梳毛的時候 老闆推出了這一把 好像擦廁所的馬桶擦給我 那他說這個其實是很舒服 好像牙刷一樣的特地 但是這一把梳狗狗是非常喜歡 因為狗狗很喜歡我們摸它肚 或者摸它下巴的位置 它的觸感是差不多 所以幫他們梳 就是肚毛的時候用這些 或者其實全身都可以的 那些毛是會漂亮很多的 因為本身老闆他們都有一個美容點 他們都是用這些梳去幫狗狗美容的 都挺值得相信 很多人都說 小朋友是容易多眼淚的 而且尤其是Poodle也是偏多的 眼淚眼尺是最好用專用的一些洗淨液去… 這個是美國牌子來的 所以之後就會轉用這個眼淚 然後他就說 其實狗狗的口腔也要注意的 然後除了刷牙之外 你也可以噴這些口腔的噴磨 Aoral Care Spray 或者是狗狗吃完東西的時候 嘴邊的毛可能會適合到食物的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幫牠噴一噴 然後再用紙巾或者棉花幫牠抹一抹 因為眼部分是比較敏感的 所以需要用比較好一點的液體 順便我買同一個牌子的洗耳的液體 我覺得我用的那個不是特別好 有一點很油 到吃了 這個剛才老闆非常之推薦 就是一個營養劑 裡面的食物基本上都是陸用 他就說 尤其是小朋友在發育的時候 很需要令到他們的骨骼好一點 或者是多生肌肉 以後才沒有那麼多病痛 這個就是一個萬能營養劑 他說這個是超級好賣的 所以給了狗狗吃 然後我看到牠都喜歡的 聞下去才像牛肉味 但是我覺得一個問題就是 吃完之後你整嘴都是啡色 所以可能每次吃一份都要幫牠抹 看到牠們有一個乳酸菌 人要吃乳酸菌 狗狗都要 所以我買了一桶給牠了 每次就吃一粒 人都可以吃 優格味的牛奶餅乾 剛才說眼淚問題 老闆就說 其實原來狗狗對食物會過敏的 其中一個原因是 因為吃得太多那種肉 例如是祖先一路都要吃雞肉 所以牠對雞肉的過敏反應 可能會越來越高 所以為什麼導致現在會有一些 兔肉 羊肉現在都越出越多了 而我手上這個呢 是 蟲 是極於極 要是超級喜歡 要是超級不喜歡 然後呢 買一件衣服給牠 而且呢 現在想開始買多點衣服給牠穿 其實給牠穿的衣服 最大的原因不是要牠漂亮 因為你散步的時候 其實外面可能有很多細菌 或者在地上很骯髒 最重要是可以隔著陽光 尤其是寶寶仔 皮膚很弱 如果是很慢太陽的話 皮膚又可能會生一些黑點 剛才老闆說的 再去幫牠穿衣服 開始想買不同的衣服給牠 慢慢讓牠穿慣 所有東西都趁牠小朋友的時候 讓牠穿慣 牠真的很喜歡膠袋 我看來不想穿這件衣服 Bunky Coco 老闆真的超級好 超級推薦 說Hiana和泰妍 都是牠們的上客 聽說口碑是不錯的 不知道牠是不是一看就知道 這些是牠的玩具 我一拿牠出來 牠就在狂追著 這個是老闆送的 都是禮物來的 老闆送了很多禮物給我 抱歉大家 我剛才買的買了 太開心了 我忘了跟大家說一下 那個KIP是怎樣的 問題完全不難 但是我有點都不懂 原因是因為他有時候會問 這個日子是 記得月記得號 我不會記得那麼清楚 通常我都是出片的時候 然後我找了資料 然後我都要看回資料 在我腦海的資料其實不多 口試都是問 什麼節日是韓國的文化遺產 好像問了這些 我完全不知道什麼 所以我就說我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會被派到一個很低的層級 可能我要讀很長的課程 才想到我想讀的 那個心法課程 好 然後晚上打算煮台灣人 其實也不是煮 因為它全部都是熟食來的 話說很多台灣人都嫁了過來韓國 其中有一個人妻 他開了一個項目叫做 韓國飯桌上的台灣味 他每個月都會出一次團購 去買不同的台灣食物 全部都是一個手工製 然後我身邊的朋友很多都吃過 都大推 所以我這次賣了很多回來試 買了蘿蔔糕 不過蘿蔔糕就是港式來的 白菜爐 有魚有飯 牛肉醬 台灣香腸 不過我剛剛才發現 他們是生的 還以為是熟的 所以現在就要來海產 等他們解凍了先 蘿蔔糕和滷肉醬 下次再吃 好 我會先弄熟它 然後再冰它 冰箱 然後放在微波裡叮熱就可以了 嘩 超香 不知道熟味呢 是台灣腸的味道 廢話 這個好像熟了 它的肉汁 焗得比較好 沒錯 這個我懶 這個我打算丁就算了 嘩 好久沒吃過豆芽出去了 我選了一個原味 它好像還有一個蒜味 它的肉很結實 明顯吃得出去 真的手工 然後蘿蔔呢 經常會這樣走進房 然後不知道 走出來 因為她喜歡進去喝水 我聽說放了一個水 我放了一個水 想著不用走那麼遠 但是她慣性都是喜歡進去喝水 然後她有個雜貫 就是喝完水之後 她會窩了 所以她每次進去房 我都在裝她 究竟不是窩了 因為如果她窩得適合 在屁股上面 那我要獎勵她 但很多時候她都不是窩了 然後我是動 她聽到我的動靜 她就這樣看過來 和我對眼 我個人 養狗的樂趣 她現在不斷紋 我不是想去廁所 因為她剛剛睡醒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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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魷魚油飯 我覺得看上去有點像 糯米飯 是糯米飯 忽然間很掛著香港的糯米飯 其實味道真的挺 但是香港的糯米飯是 放臘肉 臘腸 然後是會再油一點 好 我喜歡吃很軟的菜 我喜歡熟一些 熔熔爛爛爛的菜 吃火鍋 我的菜都是要 一早放下去 然後 等它都淋完 才會夾 然後很多 和我吃火鍋的人 都會看到菜快要淋 然後就夾走 我每次都要強調 這些菜是我特意留的 然後他們才不夾 好 現在晚上呢 敷了這個 真正保濕面膜 它裡面有這個 高濃度的 陰塵 好提出物 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譬如是缺水 或者是有豆豆 尿上的粒豆豆 或者是臉上反紅問題 它那些 serum超飽的 它在這裡 Grain Greener 這個是新鮮天然成分面膜 在韓國現在大熱的Vegan 純素護膚概念 保護動物 保護地球環境的同事 為肌膚帶來零負擔 除了獲得Vegan純素認證 不含動物類型成分 不經動物測試之外 還同有90%天然症的碎嘴溶液 將溶液的新鮮濃的質感注入肌膚 零酒精零防腐劑 而且它們的面膜 用溶解性纖維原這類製作 100%純素纖維 所以面膜又很輕薄貼臉 很容易吸收 那這一款陰塵空面膜 可以有助 舒緩緊支 舒服治療 可以加強肌膚抵禦能力 另外這一款 有高濃度 庫拉索勞回 可以舒緩高下保濕 回復肌膚的活力 然後還有這款茶蒜面膜 是消炎降紅 改善暗瘡 鎮症皮膚 比較清爽的 這三款面膜都可以分別解決不同的問題 敏感肌都可以用的 我非常推薦 敷完面膜都可以用這個BOH 維他命透明質酸 保濕面霜 巴虛布是一個醫療品牌 它們幾合了韓國科研 還有生物皮膚學產品 敏感皮膚都可以用的一個 維他命水分面膜 可以幫肌膚注入22種透明質酸和維他命 傷後美白補碎 有10種透明質酸和12種維他命複合物 它是一個很清爽的啫喱狀 可以迅速吸收 睡覺之前 幫皮膚厚厚地塗上一層 就可以幫皮膚充電 海線暗眼問題 不含任何的香料 所以敏感皮膚都非常安心可以使用 這次有特別多謝Olivian的贊助 現在它們人體產品正式進駐香港了 香港的朋友可以去萬寧指令分店 或者online就可以買到異常產品 這次為了香港的朋友 他們這個giftworks很豐富 我本身住了韓國這麼多年 我都很常去Olivian的 之前都介紹過很多不同的產品給大家 但是以前 可能大家只能透過代購 或者是親身過來韓國買 但是現在在萬寧就可以買到 有興趣的朋友 就千萬不要錯過了 多謝大家收看我今天的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了